我们这次又来到了这个东莞的老三调查 上回呢我们在这边是打大费 660的一个调费 就差一条商 所以这一次我们又过来了 这一次呢我是带着一些想法过来的 想要好好搞清楚 调明白最少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它这边的一个收费是200 300 600 跟着不同的一个收费 它的一个标筋也是不同的方费 那么欣欣我们今天打多少呢 当然是600最贵的 你就对我那么有信心 我对我哥技术绝对有信心 那行走 找麻烦交钱 风子哥今天又过来了 你好你好你好 那个今天看这个架势 就要过来把我盘服了 不不不不我就是喂鱼了 早来了 你这个技术可以说 老板盘的不要不要的 今天打算怎么玩 我哥今天要钓那个660大满贯 660对 不够自己 要不风子哥这样子 你也别钓660了 那个我看过你的上一期跟人家玩倍数的 所以说我想了今天也跟你玩个倍数的 玩三倍 那这个倍数怎么玩 倍数正常的话是660 660的话翻三倍数是1980 1980 回鱼的话也跟着回三倍 就是钓的一条大飞就回300斗 标鱼的话也跟着翻三倍 哇你这是铁了心的要盘我啊 1980就1980 扫钱 扫钱 扫钱哥 扫钱 我有一 气势得有 来 1980 我跟你说你别让我把你这里面的一个一等标 好运了吗 4880 4888 三倍哦 三倍 没事我能挖得起 能挖得起 祝你们好运啊 你要小心了 好好好 你真是个败家心的 你还记住我相信 我还没想好 我还没想好 你用自己心这样想的 你不要怪我 你用自己心这样想的 别怪我 走走走 看亮 看亮 一线就很差 刺激了 你真是个败家心的 我 1980 我话都还没说完 你就开始扫码了 你生怕老板反悔了快 你这是挣合了你的心意了 还怪我 你赶紧叫美哥 拿亮 快点 哥 快点把耳朵拿过来 你是不是今天要干票大的 那不行了 1980 1980 没问题啊 你就拿这个 倒会吧 咱们针对花斗 没飞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呵呵 钓鱼我们也一样 但是做饿料 我觉得一流的 呵呵呵 包你今天啊 这个我绝对相信你 我们呢 我就先怼包下去了 然后像打这种滑口飞 我们简单一些 就没有那么浮的 一般的呢 到了这种季节 我们尽可能的去打圆堂就行了 让它这个滑口呢 就加一些菊香进去 加一点菊香 然后加一点点果酸就可以了 菊香大概10里左右 果酸也是 好 就是比较简单 打这种老白鱼 越简单越好的料 而窝料呢 我们还是奉行浓饮单料 先把这个主料啊 去卫星给它搞淡一些 好 放在旁边 去静置吸水 放旁边 我们再开 开散炮啊 试试把散炮拿给我 这个还有 那个暂时不用 先拿散炮就 因为上回呢 我们打过一场 打过一场我是打得比较保守 但是今天我换另外一种打法 今天我是准备打进攻型的 所以说这个窝料呢 一定要够 先前期先开个三包 好 根据鱼口我们再去决定 然后主位型 还是依旧白骨香 白骨香三个七毫升 然后甜蛋奶 甜蛋奶的话 也是一样的 三个七毫升 1019三个三毫升就够了 哦 1019今天多一点 直接上五毫升 因为它这里水质不是特别好 我们需要去打穿透 让气味扩散的会更快的 然后再加果酸 果酸的话我们也今天加到五毫升 就直接这个样子就OK了 第四位 搬舀 对 nein 好好的 OK ok 那么我们就静置旁边去吸水就ok了 哎呀 今天这一场 赢了 就带你们去吃带壳的了 没问题 是好吃的 走吧 收拾一下现场 好嘞 我们先贴着盘去打 就是把它这个耳料的一个状态给它打出来 老师 我们今天要的状态是软黏的状态 那天怎么又能做呢 像这打这种滑口的 我们尽可能让它的一个 辅沟性强一些 让它的一个物化 就是说减少 它因为 这边上回打过一次 它会出现很多撞线 跟四耳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说我们耳料的一个辅沟性不够 很容易说在它四耳的时候 或者撞线的时候 将耳料撞脱落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去给它 打软打黏 那么我们的耳料就开好了 当然我们需要将这个开好的耳料 里面的一个空气就给它挤压出来 OK 我们先将这个散炮的状态去给它调整一下 我们散炮尽可能的 让状态 让它湿一些 就是说调整湿散的状态 不要干散 因为它这里鱼 我们打过一次 容易起伏 如果说我们打的是一个干散的状态 它很容易就会让它 在太阳出来之后 它会起伏的更厉害 可以让它提前起伏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压制掉 它起伏也就意味着一个假的一个信号就更多 这种大飞啊 五到十二斤的 你卯到你不一定搞得起来 所以尽可能呢 我们是要去打它的一个阵口 不够 再夹一点 我们将散炮的这一部分呢 给它拿出来 然后将这个 将这个窝料的这里面 把这些颗粒给它加进去 加些颗粒呢 就是我们用作去抽窝啊 有时候 补窝 或者说卯鱼跑鱼之后 去进行及时补窝用的 OK了 这边罗飞的早餐就全部做好了 OK 准备 准备开始了